整台遊覽車陷入火海 車上26人全數罹難 檢方解剖駕駛蘇明城遺體 有驚人發現 原來他當時喝了酒 卻還載著乘客上國道 前往桃園機場 酒測值1.075要喝多少酒 你有概念嗎 大概就是像這樣的威士忌要喝掉八成 而58度的金門高樑 要把半瓶都吞下肚 旅行團在發生火燒車事故之前 最後一站就是來到內湖的這一間免稅店 當時他把客人送進去之後 就自己把車停到旁邊的停車場 逗留了一個多小時 檢警也不排除他就是在這段期間 喝下大量的酒 檢方發現旅客逛完商店之後 司機卻不見人影 導遊還打電話給他 手機卻被戰線 和某一個人通話20分鐘 後來遊覽車公司人員才打電話聯絡上他 檢方認為蘇明城開車之後 導遊當時應該有聞到酒味 也曾試圖阻止 但蘇信司機不理會 而且車輛已經啟動 如果行進時制止 可能會造成危險 接著就發生事故 檢方調查車上一共有五瓶汽油 但卻找不到購買單據 不排除蘇信司機早就把汽油帶上車 現在傳出2013年蘇信司機 曾因為性侵女導遊 上個月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賠償90萬 還曾把名字從蘇中華改成蘇明城 但究竟蘇信司機 是不是因為被判刑 才拉路客同歸於盡 還要持續追查 關鍵可能就是 拿通20分鐘的電話 檢方目前正在調閱通話記錄 要把電話另一頭的人找出來 也許這團迷就能解開 優點TV綜合報導